好作品慢慢看 大家好,我是本来就慢 康姨自从升入高中 人生轨迹就发生了奇妙的改变 先是结识了拥有替身能力的同伴 然后又遭遇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敌人 进而自己还觉醒成为了替身使者 按照这样的展开 之后势必会出现更加严酷的战斗 但事实却是 本想从被打败的坚甜口中 问出辛红辣椒的详细情况 但这家伙却什么都不知道 看来那个电流一样的敌人 真的相当谨慎 而且从坚甜没有被灭口就能推断得出 辛红辣椒的身份确实没人知道 不过坚甜有句话令上柱很在意 替身使者之间会在不知不觉相互吸引 这就像是冥农之中命运的安排 无论再怎么隐藏 终究还是会露出马脚 敌人就是明白这一点 所以才想把成太郎赶出小镇 因为他不想和这个继男对付 又知道替身底气的人相遇 这让义太很失望 大哥的仇人依然毫无线索 根本无从寻找 就在他们边走边说时 忽然看到路旁正在喝红茶的康伊 可还没等打招呼 眼前的一幕就让义太犹如遭遇雷劈 一位身材苗条 长相迷人的女生 竟坐到了康伊对面 义太一眼就认出 那人是和自己同班的山岸油花子 他立刻拿杖柱躲到更近的位置 今天非要把这件事看个水落石出 从那两人的交谈中感觉 康伊是被对方约到此处 而且他也不明白来这的目的 为了不让他困惑 油花子就像开头时那样 直接表明了心意 简简单单一句话 让躲在后面的义太泪如雨下 他深深感受到世道的不公 多年来 为什么自己就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而此时在康伊面前 高挑的油花子因为害羞 反倒像一只娇小的金丝雀 小心翼翼地表达着爱慕之情 称自己对康伊早就一见钟情 所以才鼓足勇气 把心底的话说了出来 如此的告白谁还能拒绝呢 更何况 康伊也的确没有女朋友 不过少年转念一想 这该不会是在逗我玩吧 油花子连忙否认 他注意到康伊的表情 最近变得很坚毅 充满勇气与信念 但一笑起来又满是可爱 少女觉得 未来的可能才是男人真正的魅力 康伊则完美具备这一点 他有着无穷潜力 今后一定能大放异彩 油花子说话时 双眼熠熠生辉 仿佛是看到了藏有翡翠的元徐 这还没完 他要对方现在亲口说出 到底喜不喜欢自己 如此紧张的时刻 观众们都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刚才挤到指手画脚的意态 现在也目不转睛 盯紧了前方 生怕错过什么 在油花子的猛烈攻势下 康伊有些不知所措 这样的女生 他当然不讨厌 可现在就要自己说出喜欢 还是有点 没想到自己只不过稍检迟疑 对面的金丝雀就秒变突就 咄咄逼吟的架势 简直要将他生吞活泼 急转直下的态度 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当然其中也包括油花子自己 刚才他好像是一时冲动 就忘乎所以了 总之少女对刚刚的举动 很是抱歉 留下一句后悔有期 便匆匆离场 不知为何 看了这一出 意态先前的羡慕 完全消失了 张柱也决定 在康伊面前 就装作不知道此事 可就在要走时 他看到康伊的红茶杯中 莫名多出了大量头发 望着油花子跑开的身影 少年不由的想起坚田的话 替身使者们会相互吸引 应该不可能吧 隔天油花子又来找康伊 作为陪礼 他竟然带来了各式礼物 以表新意 不过在一个晚上 能准备到如此地步 康伊只觉得毛骨悚然 如果接受对方的好意 自己肯定会被这个可怕女生控制 但如果拒绝 他的脾气昨天就已经领教了 就在为难时 班长走了进来 他是来查看值日情况的 康伊瞬间像看到了救星 马上以倒垃圾为名 和班长走出了教室 不过就这样中途离开 身后的人可不愿答应 油花子单独找到班长 警告他离自己的康伊远一点 否则不会轻饶你 都是女生 被随便诬陷的班长 当然不乐意 可没想到几句奚落换来的 却是一阵头皮刺痛 紧接着 他的头发居然被点着了 不但如此 自己想找水来灭火时 双眼和舌头都被窜出的黑发死死束缚 眼看伙事就要失控 还好义态和丈祝 及时赶到化解了危险 而他们也确定了先前的猜测 油花子果然是替身使者 能力应该就是操纵头发 不过他看起来不像是你我的敌人 而且也没攻击康伊 所以貌似唯一的受害者 也只有那位班长 被一台消除的东西 账助可复原不了 所以就认命吧 其实康伊的处境也没好到哪儿去 拜油花子所思 他的状态一直很糟糕 以至于英语测验时 什么都想不起来 他把烦恼告知了两个伙伴 同时表示 现在的状况 都认自己当初态度暧昧 因此这回他要当面拒绝油花子 让他不要再来打扰自己 账助立刻否决 那样做只会使得怒火更大 打算离开 就必须想一个不招他恨的方法 简单说 就是要他对你感到失望 觉得你很差劲 很无聊 所以你只要故意在他面前 做那些事就行了 旁边的一台恍然大悟 又学到了 果然是账助聪明 然后这两位随友 就给康伊想各种邋遢 能招人闲的办法 可真要那么做 他这点人设就全毁了 如果不愿意这样 那只能往 没有未来的男人这个方向努力了 两位司当表示 放心 这忙他们会帮到底的 第二天 这两个志友果然仗义 当着油花子的面 故意大声说康伊的坏话 对方还真的一字不落 默默听完 虽然一句话都没说 可散发出的压迫感 让一态都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好在计划顺利 只等康伊明天承认这些就行了 尽管有同伴帮忙 但回家的康伊 仍然内心忐忑 就连睡觉做梦 都会出现那个身影 再这样下去 自己根本没办法休息 没想到油花子 会以这种方式登门拜访 白天的闲言碎语 明显让他很不开心 恰好又看到16分的试卷 女生随之有了一个 不容反驳的想法 他要把康伊培育成了不起的男人 说完 他直接发动了替身能力 再醒来时 康伊已经被关到一个 完全陌生的房间 而且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都被切断 他彻底被软禁了起来 油花子倒是心情很好 用心搭配起早餐 还解释说 自己在二月份左右 胸口被一支箭射中 可醒来时 伤口却消失了 然后就拥有了特殊能力 康伊故意问他 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能力者 油花子说没有 看来对方还不知道 自己也是替身许者 总之 现在先表面上装作顺从 之后再寻找逃走的机会 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康伊要吃早餐时 油花子拿出了那张英语试卷 考这个分数 显然不能按照寻常的方式用餐 为了让康伊进步 他决定在吃之前 加入答题环节 很简单 一道问题三个选项 选择正确 就能吃掉相应盒子中的食物 第一题还算幸运 康伊凭直觉蒙中 吃到了主题蛋 少年不禁松了口气 顺带一提 其他两个箱子 分别藏了橡皮和肥皂 如果选了这些 照样也得吃 简直太疯狂了 这女人果然还是太可怕 不等康伊准备 第二题已经开始 听完问题 少年本想靠油花子的表情 判断选项 可这点小伎俩 早就被人家看在眼里 这么说 那些关于你的谣言都是真的 如此的话 你必须接受惩罚 是泡有A打头单子的玉米浓汤 B则是英文词典卷龙须灿 这种东西 鬼才吃得下去 康伊终于忍不了了 但他没跑几步 就被一股力量拽至天花板 原来油花子 早就在他的头皮里 植入了灰动的头发 逃是不可能了 而且这幢房子 是某社长的别墅 夏天之前是不会有人来的 在此期间 他决定一定要把康伊 变成自己所期望的样子 这份执念 简直冷酷到恐怖 完全超出了爱的范畅 看来少年这次 真的是遇到麻烦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不妨关注点赞 我们下期见